你有没有想过,不用天天盯着行情,也不会技术分析,甚至连怎么操作都不懂,却依然可以在合约交易中盈利。 从去年11月到现在,接近一年的时间,我用3000美金本金通过量化交易,账户里的资金已经飙升到了1万美金,整整盈利了7100美金。 最关键的是,这段时间我几乎没有动手操作,全部都是交给量化交易机器人帮我做交易,我们还可以看到我OKX账号的胜率高达97%,然后从2024年1月到现在10月,每个月的成绩几乎全是盈利的。 如果你还在手动交易,浪费时间、精力、甚至被市场情绪影响,不如尝试一下量化交易。 那这里简单说一下什么是量化交易,其实很简单,就是不用我们自己手动交易,系统会自动帮我们完成所有操作。 这可是华尔街大佬们都在用的赚钱技术。 那小轩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测试这个量化交易机器人平台,不过7月我才开始跟大家分享我的测试结果。 如果你之前错过了那期视频,你可以回去看,了解更多关于这个机器人的详细情况哦。 那么今天的视频,主要是跟大家更新我使用CoinTech2U的最新收益情况,到底是赚了还是亏了呢? 另外,我还会告诉大家一些使用CoinTech2U的注意事项。 所以说,已经在用或者准备使用的朋友们,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 那么以下的分享都是我的个人经验,不是投资建议哦。 然后在进入正题之前,能不能先请大家帮我点个赞? 因为你们的支持,真的是我继续做视频的最大动力。 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那么量化交易,其实说起来特别简单。 就是让机器人帮我们自动化交易。 不用我们手动操作,也不需要每天盯着盘。 更不用担心因为情绪波动而做出错误的决策。 我们常常会看到那些复杂的K线图和各种技术分析,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头疼吧。 其实,量化交易就是把这些复杂的东西都交给机器人来处理。 它会根据市场的实时数据,通过复杂的算法来捕捉市场机会,从而做出高效稳定的交易决策。 而且呢,量化交易机器人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工作,全年无休。 不像我们人类,可能会因为情绪、压力或疲劳而影响交易表现。 机器人没有这些问题,它只会根据市场的变化和数据来执行操作。 说到我自己用的这个量化交易平台,叫CoinTech2U。 CoinTech2U,它是一个场外的区块链AI交易机器人。 它通过交易所的API接口连接我们的账户。 机器人并不会转移我们账户里的资金,而是通过授权来帮助我们进行自动化交易。 那为什么我跟大家分享这个CoinTech2U呢? 因为这是我目前用过的最不错的量化交易平台之一,盈利效果让我非常满意。 那接下来跟大家回顾一下,我在OKX的账号资产到底在过去这一年盈利了多少? 那这个账号我是在2023年11月用3000U,也就是3000美金启动的。 那么现在已经11个月过去了,我的资产从3000U增长到了1万U,也就是说,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,我盈利了7100U。 如果我们点击过去的半年,我们可以看到半年前我的资产只是增长到6700U,而在这半年里,我的资产又从6700U增长到了现在的1万U。 那么我们也可以查看资产分析,再进入这个合约分析,那我们可以看得到10月的表现。 可以看到,可以看到,10月份我已经盈利了213U,而且连续18天都是盈利的。 好的,那么我们回顾一下,我刚开始用CoinTech2U的时候。 那么刚才小轩我提到了,我是在2023年11月份开始的。 那么11月时候呢,连续7天都有盈利,12月也是盈利的。 虽然中间有一天亏损,那我们再看1月的数据,我们可以看得到1月的数据。 我是盈利了646U,也就是646美金。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,我的胜率是高达99.400分比。 然后我们再看2月的数据,再看3月的数据。 那么3月这月份盈利非常高,胜率甚至达到了100%,因为3月是市场非常活跃的月份。 然后这个是4月,5月,6月,7月,8月,9月和10月的数据。 所以,从去年11月到现在10月呢,接近一年的时间,我用3000U的本金,在过去这11个月是盈利了7100U。 那大家可以看到,OKX这里显示,我的胜率是高达97%,那中间呢,有些亏损是因为在盈利的时候出现了滑跌,所以就产生了一部分的这个亏损。 那除了看我盈利了多少之外呢? 另一个很关键的数据,就是到底这账号在做交易有没有扛单? 然后浮亏有多少? 那我们进去合约交易的这页面查看,那可以看得到,在这下面这里的USDT资产,目前的浮亏值是53U。 那为什么浮亏只有53U这么低呢? 因为Contact2U使用的是低风险的交易策略,你可以看到这里占用了只是75U。 也就是说,我们在这里所有的持仓仓位,每个仓位我们所用的保证金非常的低。 总的来说呢,这个AI交易机器人从我启动它到目前为止都是盈利的。 从去年11月开始,我用3000U本金通过这个机器人把账户金额涨到了1万U,资产翻了两倍多。 但是,大家一定要记住,我只是在分享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和尝试,并不是投资建议。 我也不能保证这个Contact2U每次都赚钱,更不能保证大家使用Contact2U就一定能赚钱。 投资总是有风险的,如果有人跟你保证每天固定盈利,那你就要小心了,可能那个人是在骗你。 所以大家要理性投资,千万别抱着稳赚的心态。 我的这些分享只是让大家了解我的实战经历,帮助你们参考和做出自己的判断。 当然,大家可能会好奇,是不是只有赚钱的案例呢?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,投资总有赢有亏。 如果你们之前有看过我这期视频,应该知道我在Bitget平台上开了两个子账号,每个账号都投入了2000U,总共4000U。 接下来就和大家更新一下这两个账户的表现。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账户,目前持仓的总金额是1733.23U,也就是说目前亏损了大概200多U。 虽然有点失望,但我觉得这很正常,市场本来就是有涨有跌,没有哪个方法能保证一直赚钱。 不过,我们再来看浮动盈亏。 当前显示浮亏238U,但只要这个仓位还没有平仓,这个浮亏就不算是实际的亏损,也有可能是盈利。 所以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,目前这个账户其实只是亏损了30U。 我们再看第二个账户,持仓的总金额是2467.03U,浮动盈亏显示亏了29.35U。 所以如果两个账户加起来的话,总资产已经从最初的4000U增加到了4200U,实际上盈利了大约200U。 那么这两个账号已经运行了大约三个月,当前的成绩当然不能作为最终的定论。 接下来我会继续观察这两个账户的表现,看看下个月能不能从4200U增长到5000U。 如果你们也对这两个账户下个月的盈亏情况感兴趣的话,请在评论区打上CT2U,让我知道你对这个内容有兴趣哦。 那么最后,小轩,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使用CT2U的几个重要注意事项,帮助大家更好的操作和避免不必要的风险。 第一,千万不要随意改动设置。 大家在使用CT2U的时候,记住要严格按照官方提供的设置来操作,不要自行更改。 就像我自己的OKX账户,从头到尾都是按照官方的设置来运行的。 所以,时间是最好的策略,持之以恒才会看到明显的成果。 第二,发生止损时该怎么办? 当某个币种触发了止损,大家千万不要手动干预,让系统自动平仓。 这个机制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账户,避免更大的损失。 不过呢,这里有一个小窍门,如果触发了止损,你是可以联系COINTEK2U的客服,申请止损津贴的。 那么如何联系呢? 大家可以通过COINTEK2U官方的客服电报,直接联系他们的客服团队,申领止损津贴。 第三,如何在止损后恢复盈利。 如果某个币种止损了,大家不要急,我们只需按照2024年的策略来操作。 关闭已经止损的币种,然后剩下的币种会继续为你带来盈利,覆盖之前的损失。 另外,记得把本金调整回初始的金额,然后再开多一个新的币种,这样才能继续保持账户的稳定增长。 最后,别忘了用好津贴点卡,给足时间。 只要时间够久,盈利是可以慢慢回来的。 那么这些就是使用COINTEK2U时需要注意的事项了。 大家要记住,正确的操作和时间是盈利的关键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 感谢大家看到最后,希望我的分享对你们有帮助。 当然,以上的分享都是我的个人经验,不是投资建议哦。 投资有风险,大家一定要做好功课再做决定。 如果你对COINTEK2U这个平台有兴趣,想看我继续分享用这个机器人的心得和成绩。 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CT2U告诉我你想看什么内容。 最后,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你们的每一个赞和留言都是我继续分享的动力哦。 我们下期见,拜拜。 拜拜